范冰冰最新代言赵流出破风沙谣言 你支持范冰冰付出吗? 流量女王范冰冰去年的逃税风波后一直在寻找机会付出 但是过程一直不太顺利 在5月份借公益活动露面也被官媒特别点名 很多明星在犯错之后都会借助公益活动来洗白付出 站在C位的现场海报身影都给抹住了 而那次公益活动也没达到效果 不过也是对外界各方的一次试探 在2020年即将上映由西蒙金伯格指导的电影《355》 范冰冰依然在主演名单里 影片出品方为美国环球应业 范冰冰为影片拍摄做准备打拳击的视频在网上官媒放出 未收到去年事件的影响 网友曝出央视电影频道7月份重播的《建党伟业》的版本 有关范冰冰的镜头全部都被剪掉 被央视封杀似乎增添了实质的证据 范冰冰把发布了范冰冰最新的一段代言片段视频 但是真实性无法证实 非范冰冰本人官微 赵冰冰不可欣